荷兰著名的參與式文化 他們透過溝通對話機制 取得政府與市民間的雙贏 歡迎收看金典.tv 大家好 我是金典雜誌的總編輯王志宏 在我們這一個月號的 《藍圖願景》的系列裡面 我們帶大家來談到一個 最重要的觀念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個作為 就是台灣目前最缺乏的 就是彼此的溝通 然後什麼叫參與式的一個文化 那我們將我們的重點 帶到了荷蘭 在這一個地下人口的小國 某方面是一個全民都有共識的決策 大家可以有效力地執行 這是引以為傲的一個 全世界都出名的一個長處 那在談這個溝通跟參與文化的議題的時候 有兩位來賓來到我們現場 另外是來自我們阿姆四十三大學的 博士候選人我們的陳德榮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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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主持人好 職務好 各位觀眾好 陳德榮 臺灣大學城鄉所硕士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人文地理 規劃與國際發展所博士候選人 長期關心空間規劃 民眾猜討與環境正義等議題 第二位是我們這一篇的撰寫的 我們經典雜誌的志武 志武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張子武 經典雜誌傳述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美術師組 入圍2010年臺灣文學獎散文類 榮獲第十二屆卓越新聞獎 平面類國際新聞報導獎 2014年第八屆金輪獎 平面報導獎優等 荷蘭政府重視透過溝通凝聚共識 從公部門間的橫向聯繫 到居民與政府間的垂直溝通 看似複雜的爭議 在秉除成建的合作下找到解套方式 包含河道拓寬工程 新鐵路支線興建 與市區擴張計劃發展等 在初步提案階段就納入居民參與 達到永續發展和河川治理的目的 荷蘭的社會對話 可說是因應大環境之下的產物 透過表達自己的意見 與聽取他人的想法 魔球平和地解決之道 經過一段時間試行之後 還是可以再對話 提出新的意見 這種對話機制 讓大家都尚称滿意 每次在找這個《難讀宴景》的一個系列題目裡面 我們就一直都會針對我們台灣目前一直很缺乏的一個某項忌人或某項共識 所以這次特別到荷蘭去採集 去看看人家怎麼來做一個溝通 怎麼來做一個參與的文化 除了這一點是不是你在這個文章裡面 一直想要跟我們讀者跟觀眾朋友來說明 是 我們看到台灣近幾年 許多這種大型的不管是公共建設也好 或是都市更新案例也好 都會出現一些好像那種兩個公部門 或是民間單位的這種對立的情形 那常常會覺得其實出發點好像是好的 但是到後來總是會變成一個兩邊各自一詞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們就先想說跳開台灣的處境 那看看國際上是不是有其他的案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 看看人家是如何來做這種比較是 大家一起為了一個目的 而廣大不同意見是如何形成共識而執行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發現在荷蘭他們其實有一個蠻長的傳統 就是溝通 是 實際上溝通在荷蘭溝通的一個起源 也在於他們早期是一個 反正就是一個以海真地 所以他們組了很多的海堤 但是他們不要把海水抽出去要用風車 所以這些的只要一個地方銜接美好 他們就是大家都沒退路 所以彼此的共識是他們 因為整個特殊的地理條件 因為天然因素所形成的一個 必須不得不的一個至少有這個原因是不是 對 其實這種模式他們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波德模式 所謂的波德模式 這個波德就是荷蘭語的在形容這種海浦新生地 就是他們其實是滴滴國 所以長期以來為了生存必須要與海遵地 那大家其實必須要同心協力 一起去維持這個土地的 不管是用風車也好 會維持它的乾燥 然後大家一起 不然他們就會一起被滅敵 所以一直到了當代以後 這樣的模式去推展社會各個層面 包括這種學校的改建 或是大型的美術館的改建 以及這種社區的都市更新計畫 或者是社會政策 其實都到了現代社會以後 他們也都一直用這種各個不同的 他們所謂的關係人 跟這個事件有關係的人 其實都大家會一起參與 然後來用一些方法來引導 去形成一些共識來執行 是 我們先請教我們那位來賓德榮 實際上你在荷蘭念書 總共六年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想這個模式 在荷蘭的相處的經驗 跟台灣是絕然不一樣的 也就是在一件事情我們講 參與的一個不同廣度的時候 你會不會就你的台灣經驗 跟你最近的一個荷蘭經驗 跟觀眾朋友做個 你剛開始的一個文化的一個shock 差異在哪裡 不太能說出文化shock 因為等於我去荷蘭念書之前 我就我是成長所畢業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做 參與這件事情 而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那等於說我今天到了一個 不同的環境 我會很好奇說 那這個國家人是怎麼樣 去做參與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的 因為我所學的觀念 我身邊有非常多的都市規劃者 然後你就聽他們 在講他們的故事 你就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在於 都市計畫師他們隨時都在想著 我要怎麼樣跟這些民眾溝通 我要怎麼樣納入不同不同種類人的意見 在我的計畫案 所以他們其實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想說 我要怎麼溝通 做一個有效的溝通 我要去轉換那個空間專業的語言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聽得懂 然後並且去 把他們對於這個空間的想像也好 或是期待也好 告訴我 然後讓我可以放到我的計畫案 那你剛才這段話 已經把我們過去最近幾個大型建設裡面的缺點 都講得出來了是不是 實際上我們大概可以回顧一下 台灣最近的所發生的大型的 不管人家承認必要或怎麼樣 它的溝通方式都只跟上層溝通而已 所以這個溝通的模式上之間 也是讓我們覺得是 一個沒有形成共識的一個決策之間 到最後出現的抗爭 那這個抗爭之間 在台灣有一個民主制度之間 在出現抗爭 反而是應該不對的一個行為 因為既然有一個民主制度的時候 很多事情是經過大家來協商 所以這個協商 參與是 就變成我們這次所談的一個 有趣的一個觀察重點 那當然植物裡面 談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 我們都談到 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 這個的改建 從2003年開始 實際上完成是到2013年 所以這個10年裡面 就讓這個荷蘭裡面 易維奧的全世界最棒的博物館之間 都是蓋起來的 但是不管如此 他們還繼續溝通 所以溝通溝通的10年 你要把這個故事簡單 跟觀眾朋友做個說明 阿姆斯特丹 這國立博物館的改建案 其實是還蠻有象徵意義 因為它的改建 關聯到其實 他們那時候想說 要把一個主建築的拱廊 把它封起來 然後變成是擴充 博物館本身的空間 因為這個博物館本身 它是早期是蓋在這個城市 比較外圍的地方 所以它以前的功能 它中間的主建築 其實是有拱廊穿過 穿越像城門的這個概念 那到了現代以後 他們發現 這空間使用可能不敷需求了 那沒想到說這個案子出來以後 就變成是荷蘭 觸痛到荷蘭一個非常敏感的神經 就是他們的腳踏車 因為長期以來 自行車其實都是利用那個拱廊 來穿越了進到城市 他們也很習慣這件事 那他們並沒有說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強調說 這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保障 所以我們必須要投入全力來改進 而是反而是在這個民意的壓力下 做下來好好的來溝通 那最後這個來自西班牙的一個設計師 就推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 它既讓這個博物館空間能夠擴充 它是用一種讓它打入這個地下一樓 穿透性的一個設計 那有保留下這個拱廊 所以我們今天去參觀的時候 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你在裡面參觀 看到這個 頭頂上有這個腳踏車騎士 就是從畫面上所看過 也穿過了一個博物館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是不可思議 但這個不可思議 即使花了十年之間 他們就這個國家重視於我們的溝通 它形成了共識之後 就不會有人反對了 即使它耗資耗費很冗長的一個協商過程 所以這種協商過程之間 包括你在荷蘭唸書的時候 我想你們大概也是在教 是教這一塊東西 變得很重要是不是 對 這個東西其實就還滿重要 那甚至就是 阿姆斯特丹的 從2004年到2014年的 那個空間規劃局的副局長 因為他之前就是有一個 提出了一個案子 叫做Wiki City 那Wiki City這個概念 是從那個Wikipedia來的 對 那它的概念就是 今天所有在這個 使用這個城市的人 我們都有權利對於 阿姆斯特丹提出我們的願景 因為基本上這個規劃是 那個阿姆斯特丹2040 它是對於阿姆斯特丹 城市的想像 未來三十年之後的一個 阿姆斯特丹長相 對 然後他就用各種方式 把大家都找來 一起說故事 他用一個非常親民的方式 說你就說你想像中的阿姆斯特丹 你喜歡的空間 好比說你三十分鐘之內 你可以用腳踏車步行的距離 那你告訴我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行程 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累積了在網路上也好 或是他在實際上面 他有辦了一連串的展覽 然後找了不同不同的人 一起來辦展覽 藝術家來辦一場 女權組織來辦一場 甚至他有一場是 找街友一起來 因為他說沒有任何人 比街友更了解 更了解 這個城市哪裡最安全 哪裡最舒服 所以他非常重視不同族群的人 他們怎麼去看待這個城市 那他這樣溝通過程 長達八年之久 後來集結成一本厚厚的報告書 從原本想像的五個章節 到二十二個章節 後來送進了國會 沒有國會任何人反對 因為他有厚實的民意基礎在 他知道他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生命 所以在後面推序就非常的快 是啊 所以你說到底什麼是效率 我覺得這東西很有趣 因為我們其實常常在談 有一個爭議都會講說 你什麼都要談參與 就沒有效率了 但是到底你 反過頭來 對你反過頭來看 你現在如果說是 不管我們過去在那邊 採訪什麼福貿貨貿 如果後面有這麼多人進來的時候 成果送到立院裡面去 誰敢反對 對所以很重要一個點就是 參與的時間點到底在哪裡 今天當你參與的時間點 你把它提前 你在一開始 我們在開始這計劃的時候 我們就找大家一起來討論 跟你今天我計劃做好之後 我就開一個 我們最喜歡說 我有開公聽會 你開公聽會 我有開說明會 一個小時之前告訴大家說 明天要開 不是 對 下午一點要開公聽會 誰有辦法來 對 那來了之後 他也會覺得說 你計劃都做好了 我來這邊能怎麼辦 所以那種形式的參與 在台灣就演變成抗政 他就變成一個形式 用公務人員用他的一個 法律上的漏洞 對 來前置的 回到上對下的一個 稅行方式 實際上我要補充說明 實際上這個就是我們一直 整個經典雜誌這麼多年來 一直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我們根本不懂 什麼叫參與 我們不懂叫什麼要溝通 我們從小到大 老師說得對 爸媽說得對 等到你長大的時候 有機會就是我說得對 那所以溝通的一個情況上 只是在希望別人溝通 或是講溝通之名 但是從這一次的一個 在看上荷蘭江來做的時候 他們可不是如此 他們任何一句話 任何一個人意見 都要被充分地說清楚 溝通的方式也很重要 是 那就像是我剛剛講 那個Wiki City那個案子 我覺得很有趣 一個點是那個 副局長那時候 就把一些規劃團隊都找來 那時候總共有九個 規劃團隊在裡頭 他說好 今天我要你們做規劃方式 跟以往都不同 我要你們先做九個大模型來 就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同的去 先選了九個地方來 做一個一比一千的大模型 那在過去空間規劃上面來講 模型是展示用的 告訴你我怎麼規劃這個地方 但他規定說不是 我要你這個模型 是可以移動的 可以玩的 所以他拿那個模型幹嘛 他在那個展覽的會場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模型放在那邊 然後小朋友就開始來 移動這些房子 然後做出一個廣場來 他說我要在這邊玩 所以他的模型 也是溝通的工具 所以他其實就是 一直在去想一些新的方式 怎麼樣去跟不同的人溝通 而他那個模型 後來非常的成功 因為連小朋友都可以操作 都可以透過那個模型 告訴他他喜歡的阿姆斯特丹 是什麼樣子 那更何況也滿大的 植物裡面文莎 你也提了其他的案例 不只有在一個阿姆斯特丹 那個大城市的一個未來的規劃 就算是他們給那個就是新移民 或是弱勢的一個居住區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而也不是上對下 也是大家一起來的 對 其實荷蘭他長久以來 是很注重這種人權 尤其是居住 每個人是保有 他的居住權益的一個國家 所以之前 政府特別在全國選了 十幾個所謂的問題社區 就是特別可能貧窮 或是老舊的社區 然後政府來投入資源 做其實就是一個所謂的都市更新 但他的都市更新 不像我們習慣在台灣的 就是比較是 就是由政府或是建商來主導 而他在透過居民的參與 然後來去引導他們想像未來的 包括你的停車位 要在前面還是後面 那你想要有更多的公共空間 還是比較少的公共空間 那這我們去拜訪案例在荷蘭南部 一個蠻有名的科技城市叫恩和芬 恩和芬他以前是菲利普總部 所以以前他很多那種比較簡單的公寓 就是給勞工居住 所以就是年久失修這樣 那這些都是一些所謂的社會住宅 就是其實有些房產是只是出租的 但是他們仍然廣納居民的意見 然後來重新建造這個他們的居住環境 那我們去看了一個case很有趣 就是他們的房子居然是有點像北非 摩洛哥的這個很有一些色彩 各種色彩這種平房 那會發現說在裡面的居民 也都是比較多是新移民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國家 他們一方面是廣納不同的居住者意見 另外一方面還有尊重這個 少數文化的一個特質在裡面 是 我想你一定會問過他們很多問題說 你們這樣溝通會浪費很多資源 浪費很多時間 那他們會怎麼回答 他們其實就有一個方法 就他們的溝通也不是說無限制的 一直討論一直討論 就是等於說其實還是由專業者來設計 怎麼銜接專業者和一般人 這種知識的落差 其實就是專業者必須要用他們的專業去 去引導是一種引導的方式 就你不是說憑空讓他們去想 而是說他們先設計出幾種model 然後讓大家來去選擇 而在設計中那個建築師他很強調一點 就是每一個專業者他們都有自己的偏好 但是他們在處理這樣的所謂參與師設計的時候 他不能用自己的偏好來 就是他必須要很小心地去隱藏他自己的偏好 甚至是建商也會有他的偏好 所以他們是很小心地在用 運用他們的專業還有他們的方法 那平均他們這樣的討論過程 他是說有會三次 那每次是間隔大概兩個月左右 等於說有些人有點像工作坊 就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引導 從第一次的模型 然後大家開始投票來選擇 說你想要的這個方式 然後慢慢地去越來越把範圍聚焦 在這個特定的範圍這樣子 通常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荷蘭人的看法是以大局為重的 還是以個人利益為重的 你們有沒有這樣觀察 我覺得這很難講說大局為重 或是個人為重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你問他們的規劃師 他們就很坦白跟你講 我跟你說我的方案不可能做到 全部人都不滿意 但是我會做到所有人都不抱怨 這是他們就是 其實這就是一個溝通 每個人都各退一步 當然你可以想像不同的人 一定從自己的角度思考 他們一定要自己最好 但是你還是要為對方退一步 那退一步其實就代表是 一個有效的溝通 而不是只是要別人聽你的 是 先從一個工作坊來做一個 有效的溝通 那這工作坊之後的行程的共識 再由工部門來推展 就會非常非常的水到驅升 就很快地出來 所以類似這樣的思維點 除了在公共上面上 裡面文章談到一個學校的改建 也是如此是不是 謝謝 阿姆斯特丹呢 其實他們的郊區也是有一些這種 比較屬於少數移民 或是比較貧窮的社區 那他們當地有一個學校 這個職業學校 其實長久以來也是民生不太好 那甚至快破產倒閉 那其實也是市政府有介入 想要讓他們重新 新蓋一個新的校舍 那在蓋的之前呢 他其實就請這個老師和同學 也是透過同樣的這種設計 先從這種一些細部的設計來 讓他們來選擇來投票說 你喜歡這個公共空間 或是你喜歡這樣的教室 在面向街道呢 或是朝向這個學校的建築裡面 那我會發現說 他其實對於整個整體社會 不只是大型的 所謂的比較重要的這種公共建設 反而對於少數他們是非常關注的 一個滿有趣的問題 我想說像德龍跑去那邊念博士 我不曉得這跟你城鄉所所學的 他有個延伸 但是從這一塊的荷蘭經驗裡面 我想你想等到你機會 回到台灣這塊土地上 你需要告訴人家 你學到什麼事情中 最重要的是哪一項 然後可以用在你真正的工作上面 如果說在荷蘭就是特別是參與 在空間庫告上面 參與這塊學習到什麼的話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那一個態度 對於你今天所處的環境 這件事情的態度 那我講其實是 主要是針對於民眾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也很重要 因為就讓我想到 我之前去參與一個案子 那其實是一個台灣的博士生 他對於高雄的部分 高雄的水資源管理跟都市計劃的部分 他做這部分研究 然後他就趁這個機會 把荷蘭的一些專家學者 都找來台灣 在台灣做了一個 有荷蘭學者的參與式規劃設計 那那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場合 讓我學習到很多 那在那個場合 其實就是居民就跑出來 然後就講了很多很多 這政府這個沒做好 那個沒做好 什麼害我怎麼樣不方便 然後大家居民都講了一輪之後 然後就輪到那個規劃者來講話 然後那個規劃者就說 聽了剛剛聽了很多 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先分享一個故事 那也是在講到 荷蘭的淹水的那個問題 那因為就是政府覺得 他要處理這件事情 那時候有一區是要蓋堤房 然後那區是非常危險的 需要搬遷 所以他就跑去跟那區的農夫講 那邊都是畜牧業 他說你們這邊真的是很危險的地方 你們必須要搬遷 然後這些農夫們就是聽了之後 回去就聚在一起 自己聚在一起 討論討論討論 然後他們還找來了景觀規劃師 跟他們一起討論 然後後來他們就回去 跟市政府講說 我們討論過了 我們覺得我們不想要搬遷 但是我們跟景觀規劃師 有一個新的方案 我們要把這個題 變成了一個綠色的大題 一個大坡 然後我們還是可以在上面序幕 但是我們同時也減少了 就是淹水的可能性 而且我知道 你講的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承擔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很重要 就是剛剛我們講了很多 好像都是在談說 政府怎麼樣 規劃者怎麼樣 不願意傾聽 但是我覺得 除了這個部分 他們的態度之外 我覺得民眾其實 在參與的時候 其實也慢慢的 應該要培養一個意識 就是今天參與不只是一種權利 它也包含了 你承擔的一個責任跟義務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也是蠻重要 那是我很重要的學習 那我不曉得說 之後對於我未來的工作上面 可以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 那個起碼是提供我一個 還蠻美好的想像 就是一個公眾參與 在一個環境規劃設計裡頭的 一個大的方向 溝通本來就是一個 我們從小沒被學到的經驗 但是我們也因為 藉由我們整個在教育上的問題 藉由在社會公共問題 藉由選舉上的議題之間 大家開始來講的是 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誰才是真正的 對這個有利益 跟你的利害與共同的關係 所以在公共議題上面的 一個投入跟上對下 或下對上的一個表達 實際上是在這一塊 我們台灣短短的 民主政治的政府之間 我們有很長的課要學習的 看看荷蘭怎麼做 我們希望我們台灣未來 也能像那樣如此 謝謝我們的職務 歡迎下週同一 繼續看我們的經典 經典雜誌1月號封面故事 宜居家園NGO在社區 凝聚公民意識的非政府組織 瞭解民眾的需求 深耕社區經營 建構紮實的社區支持系統 中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集團